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台積電也好 雖然一波三折 但我真的很敬佩他們 老實講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老實講 真的能夠靠這樣的NGO組織 或企業組織來支持政府的 其實還算少 說真的 因為大部分都是政府 但是 但是因為大家對這個議題 都覺得BNT來得太慢 那當然就在政府跟這個 但我覺得說 我從另外一個觀點 我覺得他是來的是及時意義 為什麼 因為 你想想看 A力現在開始打 八到十二 他也是八到十二週之後 你再打第二劑 假設今天混打可以打 那個來的時間 不是剛好在九月底到十月嗎 就是說 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考慮這個問題 是從科學角度考慮 這剛剛好 所以你現在所有人 都應該去打一劑A力 都是這樣 沒有 就是你特別是六十歲以上 你就應該全部都打A力 那你現在因為你開了十八歲以上 所以你當然就沒有選擇 當然也是這樣 我們剛才講 那沒關係 十八歲到五十歲中間 我建議全部都是A力 然後等BNT來的時候混打 這個在科學上面 一定可以站得住腳的 那雖然大家還是有很多的疑力混打 但是臺灣終究 我認為在科學上面 他一定還是要採取這個混打的態度 是這樣 所以我是認為這個是必定的 那WHO雖然前幾天 那個科學他也不是這個意思 他告訴說 他不是反對混打 他是說你不要把這個A加B B加C 隨便B加C A加C 他是意思這樣 我其實又仔細看他所有的內容 大家繼續亂抓標題 他在批評的是你沒有經過實驗的 譬如說你把Sputnik跟Moderna混打 或是你把科興跟AZ混打 也就是說這些是沒有經過足夠實驗的 他不是講AZ加BNT 或是AZ加Moderna 因為這已經經過了實驗的 是 是 是 所以我覺得他的話也被有一點 呃 頓章取義了 對 Miss Cote 我來請教一下這個陳雲玉教授 就是您剛剛前面有提到 如果BNT進來 第一劑 加上他們還打第二劑以外 不是還剩一千兩百萬劑嗎 是 你有優先選擇權打 BNT 我看看 大家都走去登記AZ 因為這兩種加起來 免疫力是最高的 是 然後其實現在在開放的是 六十五歲以下 很多是五十歲以下 他們在社會裡頭是很Active的人 是 然後這些很Active在上班的人 其實也是傳播率很高的人 那第一劑AZ還算安全 然後打完了以後 他第二劑打BNT 他的整個傳播率就會大幅下降 對不對 那你怎麼鼓勵大家都是打AZ 就是說 你只要優先第一劑打的AZ 你就將來第一個優先打BNT 這就是科學跟實際的結合的最佳組合 叫做最好的線心規劃 我今天一直在跟你講 就在講這個 那就是說 就是說你如果今天你要 然後你真的要讓他用 隨便再去選AZ跟BNT 等到你選了BNT之後 如果BNT沒有 莫德納又來 或者是你選的莫德納又打輝蕾 這些東西都是 在協力上面都不是最佳組合 所以我是認為 從科學跟你剛才講 本來就應該 而且我甚至於加碼 就是說 今天打十二歲到十八歲的家戶 裡面的人至少要一個人要打AZ 只要它是符合十八歲以上的AZ 符合六十歲以上更好 那麼它組合下來更好 所以說這些都是可以應用的策略 你先打第一劑AZ 對 然後告訴你未來摩德納來是保留給第二劑 其他前面打過第一劑的人 但是你只要優先施打第一劑的AZ 將來你可以在台灣BNT 清上你疫苗之後 一抵達的BNT你優先施打 我就說這個台灣人這個最有效 這比重樂透對台灣人來還有效 這當然是最好的策略 所以說這個本來就是應該 我覺得要去鼓勵的 而且年紀到現在為止 已經出現了將近一萬種變種病毒 所以不要聽到變種病毒 怕這樣是不是這樣 對 其實加速這個病毒 稍微再幾分鐘解釋 其實就是說其實這個病毒是從水雕 當時丹麥的水雕過來 所以其實在丹麥那時候就有了 這這道病毒其實沒有那麼 其實沒有 就殺掉了幾萬隻那次 對 就是那一次 那那個東西再到加州來 所以這就是LR452 那那個其實我們台灣也有出現 國民的事情 對 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沒有這麼嚴重 真的是 那秘魯病毒我們還要再觀察 因為秘魯病毒 它最重要是讓這個輝瑞跟莫德納的 抗體中的濃度下降二點 二到三倍 所以大家就有點有點緊張 因為輝瑞跟莫德納剛才你看他 他其實是很好的嘛 那但是這個我覺得 人類也是跟他在競爭 我相信輝瑞的第三劑 為什麼在在以色列先試第三劑 對於免疫缺乏的人 其實他是都是在試 第三劑到底有沒有用 沒有用趕快就要做改良 或者你在打第三劑還是浪費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要去學習 你怎麼看這個第三劑 對 因為這個我想這個第三劑 本來就是如果以美國來講 他們為什麼否定他 就是你剛才講的原因 但是他們也在懷疑 這個變種病毒 會不會特別出現這樣 像以色列他們已經打了疫苗是這樣 那所以他在挑以色列在免疫缺乏 剛才您講的那一類的 這些人其實是最有可能 在病毒侵略完之後 你也知道 因為這些人都是產生 包括什麼抗藥性最多的族群 因為他本身免疫系統 跟人家就已經不一樣 因為被化療 被很多物理性治療 搞得他的免疫系統 跟原來的自然的原來就不一樣 所以他當然是找這些人來先試 如果這件事都沒效 那就表示你不需要再弄第三劑 因為你弄第三劑 所以你要去改良疫苗 表示你的基因點變異這些 還要再改良 或者你沒辦法做 所以我現在是覺得說 對於變種病毒 他們在試兩個方向 一個是混打 混打也有可能 一個是第三劑 那再來才能改良做多價的疫苗 也就是說你變異點 是不是一次就是把它做完 秘魯的 然後這個Alpha Beta Gamma Delta做完 所以我們臺灣有了郭董 他們幾個人 台積電買了一千五百萬 還有磁劑 加上我們現在的病例 可能都二幾例 我們已經走過了痛苦期 你認為呢 No No Not yet 覺得不是嗎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說真的 Too early to talk about that 但是我認為我還是覺得國董跟台積電 那個這個慈激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好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模式的祈禱 但是game is just begin 就說真的 因為因為後面還有真的還是有需要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混打疫苗 疫苗政策 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新型變種病毒 跟你的疫苗政策之間的這個接軌 你現在也不知道 如果你買很多 你買很多莫德拉 買很多的輝瑞 可是萬一他又改良了 那這些如果又加上我們今天對疫苗 這樣的一個報導 這些會複雜化很多問題 所以這些問題 Steer in the early stage 大家不要太早去確定 但是我還是肯定就是說 今天能夠把輝瑞帶進來 對台灣來講是一大福音 一大福音 我們其實是從恐慌走向比較穩定的防疫之路上 可以這樣說嗎 是 就是說我們有了武器走上防疫之路 可是這個武器是否可以面對變種病毒 然後你的所有的施打的政策是什麼 因此可以做到整體的群體免疫的防護 這個東西對人類 更不要講說對台灣 都還是初期的接待 就好像美國可能在五月份的時候 六月份都很樂觀 他就沒有想到他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非常謝謝陳文綺教授 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感激感激 台灣現在開放18歲以上的人 逾越AZ 很多人談到AZ 就想到一剛開始新聞報導時候的死亡 實際上我們剛剛在前面 已經為大家說明了 在韓國的例子並非如此 三大疫苗第一劑的防護力 及免疫力的持續力 為大家做出相關的整理 現在大家所期待的BNT輝瑞 第一劑的防護力是82% Moderna是80.2% AZ是76% 其實並沒有差別很大 免疫的持續力 輝瑞是24週 Moderna是24週 AZ是45週 幾乎長達一年 更重要的是 這一次的整個預約系統裡頭 早就告訴大家 未來打的四週都是AZ 而AZ是現在台灣唯一手上 Available的主要疫苗 未來在抵達的Moderna 可能要給前面65歲到75歲 還有之前的其他一些 第一劑已經施打Moderna的人 變成第二劑 所以所有的人在預約的時刻 如果你預約Moderna 你很可能在未來一兩個月之內 你都會打不到任何疫苗 所以請大家為你的身體健康 不要隨便相信一些太片段的新闻 趕快預約AZ疫苗 祝福各位 也麻煩你訂閱TVBS 文謙的世界週報YouTube頻道 我們星期天見 拜拜 什麼風情 文謙的世界 喔 但是 耶 能歸 找? 我覺得 像 有